肌力 心耐力 增加肌肉 保护关节 身体带血 阿骨 久坐不动伤身体 提早死亡要预防 柔软度增加 心肺耐力不懂 肌力 肌耐力增加 体能要检测 运动适量要 校园体势能教职员工健康共 张化县卫生局今天在信义国中校举办 健康校园体势能教职员工健康GO 启动记者会 由张化县长王惠美 卫生局长叶燕博与各级明代 校长们的带领下 正式宣示校园体势能检测开跑 王惠美表示 即去年推动健康乡镇市公所体势能检测后 今年将服务范围扩大至校园 预计12月底前完成31所学校 进1000名教职员的检测 教职员是学校的重要资产 照顾好自己的健康才能更有效地照顾学生 欢迎各校向卫生局保健科预约 因为大家都是政府很重要的资产 那大家平时忙着 虽然把孩子固好 回到家有时候忙家里的事 往往忽略到自己的健康 那所以说我们这次 在去年在公所办的成效很好 那也发现说真的 我们公务人员的健康更要来加强 所以我们今年就移到学校这边来 那当然我们如果说大家有一个意愿 愿意说再来做相关的一个这个知识推广 可以再跟卫生局联系 那我们还包括如果你要把老师 我们的教职同仁 还有我们的家长会带进来 我们都不反对 最主要就是说大家经过这样的一个检测 你会知道你的体能到哪里 我们在针对你缺乏的部分 再来去做训练 这样的话远离三高没有慢性病 身体会更健康 因为我们过去都一直在做后院的医疗花很多钱 我们现在是希望大家在前端 你就开始注重到自己的健康 那这样的话你不会疲惯 也不会拖到你不会怕死亡 所以我们现在除了在光环据典有在做 这样的一个部分 我们现在希望在推广到 让全民大家有那个共识 运动药果就要动 那个真的是要动 但是动了之后你到底动的是对还是不对 你需要去检测吗 去年有先进行乡镇公所的工作同仁的 体制能检测 就发现这些上班族大概有一半 其实体制能都没有达到标准 所以我们今年呢 特别针对学校的这些老师校长 也开动这样一个体制能检测的服务 那因为平常你假如在上班族 不知不觉久坐之后没有动 其实你很多体制能包括柔软度 肌力 这些的心肺功能都已经开始退化而不知道 那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做检测才会知道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把体制能列车 开到这个学校来 有做了登阶 心肺有氧 柔软度 还有你的肌力 看看说体能状况现在是维持的怎么样 如果不好的话 一定要加紧练习 赶上这个标准 像我们今年 我们是初步真正26个乡镇 我们初步规划是31所的教职业 那如果其他学校有兴趣的话 可以陆续再跟我们登记 那个都没问题 好辣 彰化人彰化是记者林明佑采访报导